上期跟大家分享过在夏季啊 君子兰呢很容易得软腐甚至是烂心 我们就需要给君子兰进行砍头处理 但是很多花有了不懂如何砍头 在砍头之后呢也担心君子兰不发芽 那么因为我这里呢没有需要砍头的君子兰 我就给大家先简单的讲解一下如何砍头 如果君子兰已经发生腐烂 我们砍头的时候一定要从它的甲铃镜 也就是业绩部开始给它整株砍下来 但是砍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往下一点砍 不要砍得太高 在砍下去之后呢一定要把它的这个生长点呢 把它挖掉 如果不挖掉它会从生长点继续长芯叶出来 挖掉生长点之后呢一定要给它涂抹杀菌剂 比如这个多菌磷或者是带生猛心都可以 一定要完全涂抹 要不然的话呢伤口很容易腐烂 那么它就无法发芽了 那么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否能够发芯芽 这是我前段时间砍的 现在呢已经长出了五个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总共长了六个新芽出来 它的新芽发的还是非常多的 而且呢发芽率也特别高 再经过一段时间养护之后呢 这些新芽呢就会慢慢的生长 长成小苗 然后小苗呢也会慢慢的生长 长大然后变成群蓝 所以啊君子兰在砍头之后呢 也是能够成活的 只要你后期养护得当 它都能够长成群蓝 好了本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